為何你這麼喜歡 Poker?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多人覺得是賭錢 其實我就覺得都算是有賭博成份在這裏 但問題是它是可以教識你自己本身的很多東西 尤其它很多東西,它都是那方面做人,你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緒 還有你會觀人於眉 很多東西都是在裡面學到很多東西 除了賭博之外 有這個得罪 怎樣觀人於眉 我們就知道好牌的手震 其實你還有看到什麼 很多人有些是扮出來的 只要看別人是怎麼扮出來 我會扮出來 例如他可能做一些身體語 會覺得你好像騙你 但手震其實他根本就不是手震 你要知道他究竟是真假 類似的 但剛剛不懂得下來玩很難不知 所以就要少許時間去觀察一下整張桌子 即是先看清楚才過去玩 例如張家有十個人 我坐下來九個都不懂 通常開頭那兩個小時 我都不會怎樣動 都會看一下每一局人怎樣打 通常這些都不會留意 我不會理會 我會看你究竟你是怎樣打 或者對著他怎樣打 然後我對你的時候 我就知道大概用什麼方法 大概這樣 那Andy 你是怎樣開始這件事 我本身呢 就做一些餐飲業 做一些會所 那些著會的會所 有一次有班朋友就說 我們有個遊戲 就幫我們這間房 就是介紹個Poker 那我當年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然後一開 又要兩張桌子拍完 又整個八家樂 我說這裡不可以玩八家樂的東西 我說這個不是來的 這個是一個遊戲來的 那我就一起玩 那每次來玩 那我每次都輸 那張單就變成我免費了 那我就輸了一個月 那不是辦法 你雖然光顧我 我都很開心 每天給幾千元 都在我那裡拿班 那真的免費吃 免費飲 招呼你 那我就上網去學 那你是上網學的 那時候 那時候 Facebook 還是阿虎 有個德州伯克 我也是在那裡學的 對 就是在那裡玩 就是在那裡練習 基本的東西 所以你要多謝這班人 令到你今天 是有今天的成績 你覺得上網玩 跟真實玩 有很不同 是不是 都是的 因為上網 那些是 推完那些分 然後就 輸了就輸了 沒有東西的 沒有壓力的 因為上網是不會有壓力的 但我聽說 上網現在都有一些 是拿到錢的 是有的 在外國網站 那那些公不公平呢 你覺得 那就要看一下 那個 那個品牌 出的東西 是不是很隨便地 派的牌 還是 因為很簡單 假設 他也是電腦派牌 而已 如果你當作老虎機的原理 那你是不是有錢多 你就會 你又會中間鋪 靈牌 那我不排除 它有這樣的機制 那它是對電腦 還是對人呢 對人 對人的 那他都可以派些靈牌 經常派些 二七三八 你都會用 然後另外那個 不斷入錢的 就不是派煙煙 就派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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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對人才是 對錢的 就是我俗心之懷疑 是不是你一個對全AI的 你怎麼知道 那個是人來的 那你要付錢 對那幾個人 你可以扮人 你明白 其實這個問題 因為開了這個頻道 今天Grace 其實愛上了Poker 那他就想訓練一下自己 上去的那些 就是網上玩的那些遊戲 那他就經常跟別人玩 我就經常覺得 那些究竟是不是真人來的 對那我就說 還是有那些很複雜的名字 就是萬真人 其實都是電腦來的 其實當中有很多 是Poker人 是啊 是AI 肯定一直玩而已 對 很多都是 所以其實我自己就不太相信 上網的 那些PokerApp那些 我不是很相信 因為始終 就是你輸了好像總是覺得 好像不是很服 因為你真的不是對著那個人 而且你看不到那個人 你不知道 其實看了很多東西 是啊 你看不到那個人 你很難去看他究竟是真實 去猜他究竟是甚麼 他有真實 但Tom Doan就是這樣起家 Online 然後賺了很多次 幾十元這樣賣的 聽聞債人 五十元開播 十六歲開始 就彈上去了 聽聞他是一對對 四五個螢幕 然後就有四個Tom Doan Dirg 即是好像帕王的古天樂 十幾張 他最多好像可以玩 十幾二十張 對 為甚麼可以這樣 其實是以多來賺錢 其實他不用怎樣看 很快 對 已經是 在心裏已經有一個表 甚麼位置做些甚麼事 多少籌碼做些甚麼事 betting bet 多少 長期這樣做 就有一個正EV 我們的Poker叫做EV 即是價值 真的有這個表 我們先解釋一下 這些是甚麼呢 其實是你的Winning Odds 不如除你的Pot Odds 即是否值得去 總之就是 有價值 即為甚麼Poker 是一個 關於數學的Probability 比我們平常的玩家 因為 當你現在在搏花 你外面有九隻牌是你的 九隻牌 就乘四 即是如果還沒排 三隻牌之後 你第四隻牌 就乘四 就這樣算 四 即是代表你有九個R 乘四 即是三十六個巴仙 這個就是你的Winning Odds 如果那支牌 要放多少錢 當你有四百元 你放多一百元 即是Pot 現在 你放多一百元 就有四百元 這個Pot Odds 就是 一百五元 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三十幾個巴仙 我投資三千多元 我應該要拿到 一萬元的價值 你這樣算 即是划算不划算 即是你贏的Ords 和你扔出來的 是划算不划算 如果划算不划算 就應該去 他經常要計算這些 但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即是有時候 你放一條射 兩頭射 或者 這個人的Pot Odds 不代表 跟著 還有兩家未去 那你要計算這些 如果你叫Implied Odds 即是長線下去 真的很複雜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這些東西 那這些有得學嗎 有 上網全部有得學 全部有得學 那你有沒有學過這些 還是用實戰 實戰完之後 我們也有看一些表的Apps 今天做完一個 我這樣計算 我現在 好了 我InKing拿著 和你All In 那你一對P10 或者這樣 那我有多少機會呢 或者你會不會有InK 那如果你InK 那你InK 那我玩我贏的 percentage是70到30 如果我沒有錯 如果你是P10 的話 我R1都是50 50 那些位置 可能R1幾個percent 50幾到40幾 就是這些要知道 我念熟了 這些是basic的 哦 我從來沒有念過這些 所以我懷疑阿谷 經常想這麼久 他就是這樣 很簡單一點 他念不到 他正在看 真的有 你今天真的可不可以 發這些資料給我們 網上有的 是嗎 可以研究一下 好 那我想問一下 Tournament 和Cash Game 你覺得最大的分別 在玩的時候 分別在哪 分別在哪 分別就是Tournament 你只有一條命 輸完完 玩完 拜拜 那你Cash Game 輸了我再拜見 再來一個 分別在這 我意思 是不是會 玩Cash Game的人 會比較容易去搏牌 搏牌多些 可以這樣說 可以 輸完這個給你 我下次再 我這個4000籌碼輸了 不是我買8000 下鋪一鋪拿回來 可以這樣 但Tournament 你不行了 你沒有了一個就沒有了 要謹慎一點 每一個籌碼都很謹慎 對 謹慎到一個星期 可能不止 不止 不止 最主要的那個當然不止 打成差不多一個月 有很多沙葉 對 他的玩法是怎樣 好像我們一樣 加Brian 一萬人開始 那就是10個人一張桌 那有什麼時候籌碼呢 我當時玩 通常有些是 5萬元籌碼 那些是10萬元籌碼 我當主要的 是10萬元籌碼 一來到 你夾了 一萬元美金參加這個比賽 他就給你10萬元籌碼 對 那一開始的時候 Brian是多少錢呢 可能是100、200 我忘記了 都已經有 很深的 很深的 台灣有500個BB 我們這樣計算 我們計算 有多少個比賽 通常我們這樣計算 一開始有500個BB 通常有幾個 喔 很深的意思 即不是像我們那樣 現在這些就是40個BB 現在很少 40個BB 即是我們4千籌碼 我們現在開球是5100 比賽是5100 40個 對 其實很多時候 人家玩 即是玩Poker 你剩下10個BB 你就應該開始 就像他們這樣說的 所以我才問 我們其實在這裡 整天一直加上去 去到5100 其實是否已經要停 因為我們只有4千籌碼 是的 但Andy就跟我們說 其實不是的 應該是一直照相 一定照相 即是外面所有的 對 那天你出去玩 那怎麼停 每一天的12小時 怎麼停 去到最後那時候 如果你升到 可能去到 今天完了去到 五百一千 那明天就去到 可能是 六百千二 喔 明天繼續的 繼續的 要連續去的 哇 為什麼呢 假設你現在有4千個籌碼 那現在有1萬人 變成現在只剩下4個人的話 你想想 你每人是贏了大約 2千5百的籌碼 你有2千5百人 成4千籌碼 那就很多了 所以你的籌碼要不停地升 是啊 那是翌日才升 不是 它多久才升一次 有些又45分鐘 有些又一個多小時 有些兩個小時 看看什麼賽事 那如果那一台 最多是9個人玩 9至10個 那當淘汰了3個 那那台就一路只剩下7個 不是 假設這張桌子有10個人 那張也有10個人 而那張桌子同一時間 試了3個 那這張桌子有4個 那這張桌子就抽2個過去 那每張桌子有8個 那怎麼決定抽哪個過去的那張桌子呢 通常它會是抽大蠻的下一個 哦 這些真是 應該是抽大蠻 抽大蠻 OK 那還有什麼問呢 例如我們平... 等一下我其實有抄低度的 我這個同學 很有心 很有心的 對 我現在有在 一定會回答你 我不會回答 例如 禮儀 對 即是在玩桌子的時候 我還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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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一條蛇 你去不去 可以這樣說嗎 或者我拿著五龍街磚 嗯 其實照我所知 這個禮儀是不行的 你不可以說自己的牌 對 不可以 其實他如果 即是 我們說mixed speech 就是出口術 是的 通常就有絕小部分的人 會是這樣 是的 我們圍內都有 有些 自己家玩 通常都是 自己家玩玩 通常都 不會理他 是 有些人就喜歡跟他繼續說 即是你mixed speech Jamey Gold那些人很喜歡 是的 會繼續這樣說 通常這些人 怎麼說呢 我意思是 你去到Tournament 這些就是Warning 你不可以 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說一個牌 你可以說 我比你大 我比你大 你不要去 我可以說 我猜你有什麼牌 我猜你有什麼牌 也不要說 跟牌有關係 總之不可以 一節談裡面 你都不可以說 什麼蛇花虎 你都不應該說 說你有機會受到 嗯 而且你中途 如果開了自己的牌 一開就已經 會 對 對 對 即是你開一隻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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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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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兩次 對 對 那時候是不是 還沒有展示牌之前說的 對 正常來說是 正常來說是 對 但有些app 譬如說 都可以轉兩次三次 但他們就開了牌出來才決定 但通常我們live的話 就先說了 因為對大家都不公平 譬如開了 原來我知道你有幾個勾 那我當然一次 如果我知道你原來是在搜 兩次 大家會有爭執 對 沒錯 有些網民說 我們平時派牌的時候 臨派的flop出來之前 我們只要燒一隻 才派三隻 對 有些網民說 其實你要燒三隻 才派三隻 是不是這樣的 不是 你這個就對了 燒一隻 對 有人說我們燒三隻 我們派一次燒一隻 那就是我們對 我們對的 那這個問題就搞定了 那其實香港有沒有一個協會 有啊 我就和一些朋友 承辦了一個協會 叫做HKPBA 那他們是什麼 那他們是一些 喜歡熱愛玩Poker的人 那大家聚在一起 討論一下 研究一下 那這個 我們這個會社 就是 不會有這些賭博的成分 那我們每定期都會有一些 叫做比賽 叫人來玩 那可能是 沒有付出 也沒有收獲的 那純粹玩的 那純粹玩的 那就是 有沒有requirement 沒有啦 就是我們兩個 可不可以有機會參加 可以可以 甜表 但我想問 那你 譬如打泳春 都有這一派 這一派 那香港只有這一派 還是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也有其他的 應該都會有這些 其他一些不同的會社 都在推廣這些 那大家的賣點 其實都是一樣的 沒有說 這個風格是怎樣的 這一檔會 可以這樣說 那我們就 那我們 譬如 我們成立一個會社 有很多外國的 搞開拖利文的公司 可能會找我們 幫我們 可以帶一些人去比賽 參與一下 去到不同的各地 那我們就組織這些人 一起去參加一些比賽 不同的各地的比賽 那我又很想問 這個 這件事會不會回到新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第二個job 我聽過 我有些朋友 有一個做電影的朋友 都在澳門 那一年多 他都說 那是可以為了生 會不會是有 這個做了一份工 然後這個是 這樣說 在大約 十年前那些位 那 我有些朋友 就 有些做銀行的 有些做 可能做 基金公司 或者做 一些在香港 是有工作的 過到澳門 那 那 最初去銀行 可能是回了 五星期六 有空就過去 玩玩一下 他都覺得 然後就做銀行 都沒有做 我知道誰 我知道誰 現在都很出名 很厲害 現在都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我很奇怪 香港 香港 我自己本身 做一些餐廳的事 那麼奇怪 現在你 不是要上班嗎 然後 初初是星期六 一起過去 大家會開心 又可以贏到錢 又可以玩一下 兩天都開心 哪一天都開心 然後正式 為什麼一至五 平日都看見他 然後我說 對啊 我沒有上班 我現在專注在那裡 每天都看見他 但他每天都看見他 其實都是那群遊 而已 那裡有很多 因為是賭場 賭場有很多 不同各地的遊客 即是你們的術語 說有魚 即是可以這樣說 即是有魚 即是一些 假設是一些 即是很簡單說 德州伯克是外國人來的 那你叫一些亞洲人去打 那當然是差過你外國人的 他都沒有玩過 即是我叫外國人來打麻將 你哪有救我打 對 對 你正在玩外國的角術 你哪有救他們來的 那些人又有一個坑幻 但有些賭場人又比較 豪夏有錢 有錢 有錢 即是他當作很大小的 你開了我的牌 那你便有一個價值 那你就知道這些 那便好東西了 即是他們那些 他們那些通常都有一個特質 是甚麼 喜歡看人牌 是 即是他們通常都是 因為他們 我不信你 通常你打完 即是可能 後面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有你的牌 但他們那個人 都是當成小民 都不信他都要看 他都要看牌 他喜歡賭錢 開你的牌來看 通常那些 不太懂 或者玩得不太厲害 都會是這樣 是 特別是Cash Game 特別是Cash Game 最多 他當賭博 萬福華家樂 為何一萬元一萬元一萬元 為何要開你 那你也在澳門居住過嗎 有 我也是在澳門居住的 在澳門居住過 有租過屋 只是租屋 我聽到那些人是這樣的 有時候租房子很累 又不方便 快點租房子 那是假不假去度假 那就玩一下 那這個答案就是 其實是維杜生的 看看你怎樣玩 那看看你怎樣計 你想計一個月 有多少錢賺到叫維杜生 那就要看看你怎樣去 其實你也要 manage 你的Payroll 當然不會每天贏 當然有輸 你幾% 可能一個月來計 你可能贏三分二時間 輸三分一 有些人做好一點 贏四分三 輸四分一 那你都 好好的 沒有可能贏了的人 都是的 那你當然有 不幸運的時候 一下一下傾傾 剛好就淹淹 都走不了的 一些孤蘭冤家就爬 照我想知道現在 在香港玩Tournament 是不是還不是合法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是合不合法 那這些比較敏感 那當然我想 如果你不涉及到 金錢的當景 還未當是這個 運動 我知道台灣已經是 如果你有錢 可能就會有些尷尬 如果你說 沒有錢 的Tournament 沒問題 譬如我今年回國內拍戲 我留在上海一個星期 他們都今年有個 很大型的比賽 有很多比賽 那他們其實 又不涉及金錢 他們是玩什麼呢 即是他們可能贏了 譬如贏了 送個車給你 送個iPhone給你 類似的 用獎品來代替 像我們這樣 我們今天輸了 他一樣 那Andy呢 我想他們兩個 一輩子都沒試過 不是玩錢 雖然毫無壓力 但可能更大壓力 因為Andy 從來都頂不上檸檬 酸的都不行 檸檬就更加頂不上 會怎樣 會不會吐 你從來不喝檸檬茶 檸檬茶 檸檬茶 會有糖 檸檬下去會很不舒服 感覺 面會 扭曲 很想看 他們一定會吃 今天只有一個輸 只有一個贏 只有一個贏 其他三個吃 是啊 OK 但他還怪 他不吃蕉 什麼事 蕉和榴槤 其實 榴槤 榴槤不吃的 同樣 我吃不到榴槤的味 反而是因為口感的問題 我吃不到一坨的食物 蠔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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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今天買的蠔夠不夠熟 我又不想他那麼差 我就買了生少少 炸爛的 炸爛就沒事 他都不行 沒那麼軟 他都不行 好像那些嘔吐物 難得他肯來有沒有 這麼可憐 最糟糕是我 等下再說 我買了 有個朋友在提說 吃點醜糕的食物 我一輩子都沒吃過 因為我怕雞 你怕雞嗎 你怕雞嗎 你不能吃雞 我吃了雞 手腳腳的不行 我看到雞腳很醜 從小到大 我沒吃過鳳爪 我為什麼會怕雞呢 因為我小時候 我媽帶我去街市 被雞追過 我已經忘了這件事 十多年前 電視台拍了一個飲食 教人煮菜的節目 去街市買東西 我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就在挑選雞 那人一挑選雞 一擺在地上 雞一起的東西 我跑到不見了 我跑到不見了 我直接跑到不見了 我根本就記得 我很害怕 有毛有影 一剪起那一刻 的東西 算是童年陰影 一定是 記不回 為什麼我這麼害怕 這隻雞呢 那乳鴿你行不行 乳鴿更厲害 我戒了 因為那些頭 一見到頭就不行 不是 因為發生了一個很感人片 又怎樣 這件事就是 我有一年去泰國拍戲 要拍一個多月 有一個公室 外面有一個露台 我第一天去到的時候 就出了露台 為什麼有些東西咳咳聲 不知道是什麼 第二天又咳咳聲 我省渠邊 發現有兩隻雞蛋開了 有無有影的 在這裏 真真功 我們很害怕 但我又怕打到樓下聚會 他會弄死他 那我就走到車場 那是 煮了它 不是 我走到車場去買 因為他媽媽不在 我怕他會死在我露台 那我又出去買一些麵包 小時候是用麵包餵魚 白鴿 那我就灑在那裡 因為我又怕 有一盒水 是白鴿來的 土金小隻 那我就看著它 那為什麼它又不吃呢 那水又不喝呢 但它又不死 人家要吃叉燒 給麵包 做什麼 那時候是拍鬼片的 所以每晚都通頂才回去 那六點 就回到那裡 那有一天 終於看到 原來每一天七點鐘 她媽媽真的躲到七點鐘 就飛來擋一條蟲 放在他們兩隻的口 但是為什麼不在他們 他們沒有茶館呢 對呀 他們就當了那是他們的茶館 幸好不是遇到你 遇到那些人都會睡 那就是那一個月 不斷我看著她的成長 開始學到她出來了 在外面的露台上跳跳一下 未懂得飛 拍到最後那幾天 看到她媽媽 開始教她飛 到我臨走那天 真的看著她媽媽帶她飛 然後兩個在露台上飛走了 Discovery 所以我看完這個月之後 我就覺得可能這個是一個 Sign來的 Sign來的 那我就自止之後 我就沒有再吃 可能你前世是比白鴿夠的 乳鴿 即是鳥類的東西 鳥類的東西都不吃 如果這樣就 吃的 吃的 剛巧我看到她是 乳鴿的 就是白鴿 我就不吃乳鴿 很緊張 就是這樣 好 那你今天不吃什麼 我不是蠔 就是 因為我好像你這樣 我小時候 我媽媽給了一些 你小時候只有這麼矮 那隻蠔很大 那隻蠔很大 那我 噴到這裡的時候 就不上不下 接著就好 那自此之後 就對這個 就是有這個 嘔的感覺 所以便宜的河 我有一半機會 會嘔 小一點就好一點 所以不知道 那你今天買給自己的 就是大還是小 那間要說最大的 但我覺得又不是 那麼大隻 不是很大隻 希望我會嘔 大家有看多一點 我想你還是在吃 我們 當然在吃 大哥 只有一個人 那通常玩幾個小時 通常七八個小時 那麼多個小時 不多的了 我試過有一次 真錢 幾年之前 我想最長的時候 我和英傑一起 我想連續六十個小時 嘩 試過一次 然後睡了幾天 六十個小時 連續六十個小時 像拍戲一樣 那些人又不肯走 兩天幾了 有些人輸了 不肯走 那變了 我們陪他玩 那變了就 但那時反而不覺得累 玩完回家覺得累 是啊 因為那時候 腦子在轉 四天不用外出 是啊 兩天 六十個小時 六十個小時 買外賣 吃完又可以做 休息也沒有休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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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都很好玩的 因為你們看這個節目 你有沒有看 有 你覺得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好一點呢 就是 有什麼好的影片給我們呢 嗯 謝謝 因為說真的 我想我們 其實都是以娛樂為主的 但當然會吸引了一些 因為香港始終沒有這些節目 但當我們看到玩的時候 有些觀眾究竟是想看 認真地去玩 但我覺得認真玩 為什麼不看外國的影片呢 嗯 所以你們的意見是怎樣 有些娛樂 可能這個 可能要調整過 可能一開始有100個BB 然後那個 跳的時候不是 五十一百 六十八二 七十八四 可能 五十一百 一百八五 籌碼可能去到一萬元籌碼 這樣 這樣會好一點 好一點 即是一萬元籌碼 一開波就 五十一百 然後就可能 八五三百 八五三百 五十一百就是一跳 五十一百 然後就是 一百二百 七十五百五 然後就是一百二百 這樣 即是一點五一點五 半立 半立 那會不會玩很久 一萬元籌碼 不會的 很快的 因為現在你這樣升 還要十萬元 現在是五十元 五十元 類似五十至一百元 那是不是十分鐘升一次 可以的 如果我要回到兩部電腦 一算到大約是多久就完 好啊 你又幫他計算一下 麻煩你 麻煩你 你說我想兩個小時完結 那我就會設一個兩個小時完結 的 可以這樣好 有一樣東西可以計算出來 好啊 我想還是跟兩個半 不知道跟Andy說的 即是我們說三個小時內 兩個小時我們可能剪掉 又不夠四十 我們應該是兩個半 好啊 好啊 又是新玩法